欢迎两位 谈了四年恋爱了是吧 是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一年吗 一年左右 这个是谁觉得谁不懂谁啊 你觉得他不懂你 是 怎么了呢 我自己平时喜欢买一些东西 然后呢 他呢就说这个钱呢就乱花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自己有这个消费能力嘛 我就想 买就买了 然后我就觉得他管的有点多了 觉得他管你的钱袋子了 对 因为现在还没有结婚嘛 对对对 是这样吗 不是 那是哪样 就之前吧 他就是买一个拖鞋 然后那个拖鞋都四五百块钱 之前他问过我 说 哎呀我买这双拖鞋呀 我说 好看是好看 那太贵了 后来他又背着我偷偷摸摸买了 买了 我说我不高你不让你买吗 那么还买 然后他告诉我 哎呀你看这个鞋 哎呀质量这个好 那个好 然后哎呀说穿着还舒服 然后还说哎呀 这鞋我都能穿一辈子的 他之前他没有跟我说 他不让我买 我就以为是可以 我就买了 买就买了吗 不就双拖鞋吗 对啊 然后我也觉得没什么吗 是啊 怎么了呢 太贵了呀 四五百一双拖鞋 他穿一辈啊 他也不穿一辈啊 去年买上棉袄 告诉我哎这棉袄能穿一辈啊 今年又买一个 哦 姑娘挺好啊 就挺会过日子是吧 她不会这样是吧 哦 她会吗 她比较节俭一些 哎好姑娘啊 这不挺好吗 你就听她的话不就完了吗 她说我觉得这个 我很喜欢 谁的钱啊姑娘 她的钱 那以后是我的钱呢 哦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有啊 啥事啊 他跟他朋友处去 因为他朋友那俩朋友 都是结婚了 然后因为他们朋友的钱 都是在自己媳妇那儿 每次都是他套钱 哦 一结账四五百 自己还可高兴美的 等到我这儿 俺俩处于吃个烤肉 二百来块钱 我说吃烤肉啊 告诉我 哎呀 太贵了 别吃了 咱俩去吃自助吧 自助便宜 你还能吃饱 但后来 她说她不吃自助 我带她去吃火锅了 然后她吃得也挺好 可是我刚开始 我明明就是想吃烤肉的呀 你让我吃吃火锅 三年之前 不是吃过一次了吗 那我就想吃了呀 你是不是觉得说 她给朋友花钱大方 给你花钱小气 我就心里有点不平衡 你们俩这个谁脾气大呀 她吧 她 她 她大呀 我怎么觉得你大 我脾气好 那你说她脾气怎么大吧 就是之前 我给她买了个生日礼物 买了个衣服嘛 也挺贵的 那天正好 我们俩光上场勒了嘛 然后我就坐在 那个小灯上玩行 我看会儿电子剧 她就来攒起我一些 我行我回你一下吧 那天正好在架里 我自己把手指杆剪了 但是没磨 可能比较凤厉 然后一下就算 那点衣服上的 当时就不乐意了 相当于了齿 两个人逗 弄她一下 劳吃一下 她劳吃一下 她逼一步划了个口子 是这意思吧 对 但之前她根本的弄 她不是那么弄法的 那经常那手臂啊 胳膊啊 手上呀 她经常就拿着手 就往人楼上扣 那你就别了齿她呀 因为我上场立了 我实际没有事情干 她自己头脑好了 就本个电话在那头 然后呢 不高兴之后 她就扯下来告我 哎呀 你看你闹 你整 明明是她自己 现在都用手 告我闹 告我 这衣服我不要了 你爱怎么弄怎么弄吧 你是心疼那件衣服 她不穿了对吧 这倒不是 甚至什么 是她这个态度 一点都不好 她还有什么脾气不好 这好像我觉得 是你脾气不好 来 接着说 就是之前啊 我们还有就是狗的事 就是我跟我爸我妈出去玩嘛 然后让她来接我们 接我们 晚上正常那天狗寄养在他家嘛 我就寻思 哎 你把狗到时候给我吧 我到时候正好带回家得了 然后等到机场 我寻思 哎 我正常想一下狗抱一抱 因为那狗撞在笼子里面 放在车里 就是可能不得接 我就得先把笼子拿上去 不是 机场也不知道 长时间停车 这也谁都知道啊 然后你下来 你什么二话没说 然后你先去楼 你那狗去了 那我老狗怎么 完了就一楼 谁也不说 完了走的时候 搞我东西没有了 那我不是忘了吗 那我后来不就 才过五分钟吗 那过五分钟 你过两秒钟 他也有人就捡走了呀 怎么就过两秒钟 就有人捡走了 那些缝大 谁起来没事等 要捡东西啊 不是 你回去找的时候 你找没找了 那东西就没有了 没有 我不知道 他不是知道 他怎么丢的嘛 这两个是 钢琴上面的声号 就一直往上走 哒哒哒 最后到吵不动 我也没听太明白 问问接飞机 把狗带去了 对 他说 那个狗之前 即将在阿价 然后呢 我去解他 然后他非说 就我把狗带了 带上 带去之后呢 带去之后 我让我行 直接上车 然后直接就走回家 留完丝了呗 然后他可不 让我给车停下来 他把狗笼笼拿起来 给狗拿出来了 他把狗拿出来 放哪儿了呢 给狗拿出来 下地下 溜达了两下 刚才狗溜达差不多了 反正都给狗放在笼笼里 自己就上车关上门了 等于东西就丢了 是 哦 这才听明白 我的天哪 你见过他爸妈吗 双方父母见过吗 见过 咋样 对他印象怎么样 觉得他太瘦了 爸爸 就说他太瘦 以后你高 你得考虑好了 要不然以后你得照顾他 哦 哈哈哈